王一博滑得包扎腿 赵丽颖冷冷妩媚 兴致勃勃地玩蹦蹦跳跳 王一博不幸滑倒 包扎腿 王一博曾经因为这次受伤事件 让粉丝们大呼过一番 王一博是舞蹈界最要演的 男歌手之一 对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热情 男歌手似乎可以到处跳舞 甚至还有一个跺脚的跳跃游戏机 然而当王一博在这个游戏上跳舞时 不幸滑倒脚冰时 粉丝们曾经吓了一跳 因此王一博在跳机上玩游戏时 曾遭遇过伤病 这段视频记录了他受伤的过程 让粉丝们不禁心酸和心酸 王一博正和一些同事一起 在游戏机上玩 很热情 跺脚很对 按照机器上的指令 脸几乎完全集中在屏幕上 这样他们就不会跳得跟节奏了 似乎也正因为如此 王一博没有理会地板 当那家伙正在热切地跳跃时 他不幸从游戏机的讲台上滑下 尽管努力地坚持住 站在附近的同事也奋力相扶 但王一博还是亮亮呛呛地摔了下来 似乎由于脚的突然失足 他无法避免腿受伤 他的脸就表示疼痛 王一博随后被医疗队当场急救 并包扎好腿 这位歌手那一个痛苦的滑行 以及他被包扎在一张忍受疼痛的脸上的画面 让粉丝们不禁心酸 幸好后来王一博也很快康复 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不影响他的舞蹈表演 赵丽颖冷峻而迷人的神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赵丽颖本就长相小 面容圆润纯丽 因此 他一直坚持年轻和可爱的形象 然而 自从他出生后 赵丽颖回到娱乐圈工作 在外貌上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蜕变 摒弃了熟悉的可爱肩柄形象 他变得性感和多样化的风格 在幕后照片中 赵丽颖展现了神圣的倾斜角度和高清的鼻梁 赵丽颖的眼神也变得犀利 魅惑了 许多观众投票支持赵丽颖的造型 但也有人认为 这位80后女演员的甜美形象 因为这种犀利的妆容和不肖的造型 让他不那么荣光焕发